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呢是劳动法 那劳动法呢是离我们生活非常近的一部法律 那它呢其实也是为我们劳动者提供合法保护的一项很重要的法律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劳动法当中有哪些知识需要我们来把握 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它的立法宗旨 那其实我们说呀绝大多数的法律的第一条都要先交代清楚一件事 就是你为什么要制定这部法律也就是它的立法宗旨 那劳动法呢也不例外 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劳动法它的立法宗旨究竟是什么 大家和我一起来看 他说为了保护谁的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 至于什么是劳动关系我们马上就会讲到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 对不对那么你要发展市场你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其实肯定怎么样啊你离不开用人单位也离不开劳动者 所以呢劳动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以及维护适应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一个发展 那么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那这八个字其实又告诉我们宪法是普通法律的制定依据 那这就是劳动法它的立法宗旨 立法宗旨大家主要是了解一下即可啊 那我们重要的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它的调整对象 那其实刚才宗旨里面这个已经告诉我们了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就是记住这四个字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这就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对象 那么到底什么又是劳动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他说劳动关系指的是谁和谁之间啊 这个很关键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个是劳动者还有一个是用人单位 是在这二者之间 那么在社会劳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 我们称之为劳动关系啊 所以呢 你一定要注意想要判断一个社会关系 它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呢 我们很关键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因素 就是看一下它的主体 如果是劳动关系 它必须要发生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 那么其实我们结合着生活的常识 大家也知道 那如果我们怎么样啊 你去和一个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之后 那么我们要接受用人单位的一个管理 对吧 要从事用人单位给我们安排的相关的工作 当然相应的 那我们可以从用人单位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 以及劳动保护等等 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劳动关系啊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那我们接着看第三个问题是工作时间 那对于劳动法当中所规定的工作时间 我们来看 分为第一种情况正常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对于工作时间是如何来规定的呢 他说国家实行劳动者 每日注意是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 不超过八小时 这个大家都清楚八小时的工作制吗 那么平均每周 如果每天是八小时的话 那么他对于每周呢 他也进行了一个限制 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 四小时 数字一定要记清楚 数字是非常重要的考点啊 所以每天是不超过八小时 那么每周呢 工作时间是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 在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的一个工时的一个安排 那么当然了 我们说除了正常的情况之外 那偶尔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啊 加加班 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加班的话 是随便的 诱人单位想让这个劳动者 加多长时间的班 就加多长时间吗 当然不是 劳动法在这个地方啊 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们来看 说如果用人单位 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 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所以我们会发现延长工作时间可以 但是他不是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决定的 他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之后才可以 那么包括要和你看他是要由由于这个生产经营的需要 而且呢要与工会以及劳动者协商之后才行的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 不是他完全自己能够单方面的决定的 那么即使允许你加班了 那么对于加班的时长劳动法也是有要求的 一般呢 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那除此之外 如果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 延长工作时间 每日不能超过三小时 哎这是我们强调的 这是有一个 如果你特殊一小时呢 还不够满足不了 对不对 那么这有一个限制 就是在保证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前提之下呢 哎每日呢不得延长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每个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啊 每个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所以对于这些时间啊 这些数字 大家一定要重点去掌握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例外情节 什么是例外情节 我们来看下面 他告诉我们 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长工作时间 不受规定限制 延长工作时间 不受限 也就是不会受到以上的种种的限制 那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特权呢 延长工作时间可以不受限呢 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呢 是发生了灿灾害 事故 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那威胁到了劳动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需要紧急处理的 需要紧急处理的 比如说某地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那么这个时候情况非常的紧急 那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啊 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了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说啊 我现在呢 工作满了八小时 不好意思 今天不加班 那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不能再受到这种规定的限制了 对不对 哎 那么大家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来抢 这个抢救生命 来抢救财产的一些安全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那我们接着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可以不受限的呢 是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 公共设施发生故障 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 必须及时抢修的 必须及时抢修的 你比如说啊 某一个高铁的线路 那么它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这种故障 那么你看整个呢 它不单单影响它这一条线 其他的铁路 它的运输也会受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怎么样啊 哎 抢修 对不对 只能抓紧时间来抢修 所以呢 依然不受限制 第三个是一个兜底条款的规定 大家了解即可 所以呢 这是我们讲到的 哎 关于这个工作时间 它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的是第四个问题 是休息休假 因为作为劳动关系的一方劳动者来说 我们是普通的人 你劳动者 你体力再好 你也逃不过 你无外乎是一个人啊 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说的话 那我们要劳动 我们更需要什么呀 休息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一直劳动 高强度的劳动加班 而不休息的话 那身体是承受不了的 那反过来 它其实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工作和劳动的效率 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得不偿失 对不对 所以呢 劳动法当中对于我们的休息休假也做了很严格的啊 一个全面的一个规定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应当保障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几天呢 一天 这一点大家可要注意 虽然大多数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是双休 但是劳动法当中规定的是 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这一点要记清楚了啊 每周至少休息一日 所以休息两天是符合的 但是如果你不够一天 那这个就是不行的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看第二种情况 对于第二种情形呢 他说的是用人单位在下列节日期间应当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假 那么哪些节日期间我们要安排劳动者休假呢 大家看劳动法当中规定的包括元旦每年的1月1号 对不对 然后每年的春节 我们大家这个都知道 春节呢 他规定的是大年初一初二和初三这三天 国际劳动节五一对吧 哎 5月1号 然后国庆节10月1号 那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休假节日 当然其实除了劳动法当中规定的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还有几个节日也是要休假的 还有哪几个节日呢 我们想一想 过完了春节之后 我们下面要休的一个法定的节假日 是不是就是清明 哎 清明节也是法定节假日 休一天 清明也是休一天的 那么清明完了之后就是我们这提到的五一 五一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是我们的传统节日 五月初五端午节也是休一天的 端午节也要休一天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中秋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加一下的话 一年一共是多少天呢 我们我们这些法定节假日加一起的话 看一看一共是多少天呢 我们来算一下 那我们说首先元旦是一天 对不对 春节也春节是三天 这个地方要注意 有同学说老师不对吧 春节不是放七天吗 那你不要想太多 春节那七天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调的对不对 它是节前节后 然后拼在一起给你拼了一个七天的长假 而提前休的你得节前或节后给怎么样 给补回来的 所以我们法定的节假日就是三天 就是三天 这个地方要注意 劳动节一天 国庆节是三天 然后是每年的10月1号 10月2号和10月3号 是我们的法定的这个节假日 法定的休假的时间 所以国庆节也是三天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还讲到了清明 对不对 清明一天 那还有呢 我们的端午 端午节也是一天 还有我们的中秋节也是一天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加一下的话 你看是不是五加六 那一共是11天 所以我们的法定节假日 一共是11天 可能说完这个之后 有同学觉得自己的幸福感下降了 对吧 原来还觉得自己一年能够休很长时间 但其实法定的就是一天 好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我们国家在休息休假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实行了一个制度 叫做代薪年休假制度 代薪年休假制度 那么所谓的代薪年休假制度 我们来看劳动法当中是具体怎么规定的 他说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 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有几天呢 有五天 哎 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 那么我们的年休假是五天 五天 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 那么我们的年休假是十天 那再往下看 已满二十年的 如果你的工作时间已满二十年 那我们的年休假是十五天半个月了 所以他是累计往上加的啊 是这样的一个年代薪年休假制度 那么除了你看这个名字叫代薪年休假 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俗称的年假 你休年假的时候是代薪的 对吧 所以呢 是对我们权益的一种保障方式啊 所以大家要根据记住 根据不同的工作年限 那么你这个年休假的期时间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要分清楚 那么除此之外啊 我们还要注意 有的时候他会这么来出题 比如说 那有一个私企 这个私企今年的经济效益特别不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个私企的老板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求今年所有员工的年假都不能再休了 不允许再休 今年的这个年假 那么这个时候问老板的这个做法到底合不合法 那比如说A选项说他的做法是合法的 因为他是一个私企 老板有自主经营的权利 那比如说B选项 这个做法是违法的 违反了劳动法的代薪年休假制度 那大家想一想 到底他的这个做法合不合法呢 到底合不合法呢 显然是不合法的 对不对 哎 这种做法是违法的 你即使是私企 你也得遵守劳动法的规定啊 哎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是显然是不可以的啊 好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代薪年休假制度 那么第五个问题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工资啊 工资 那我们来看劳动法当中对于工资做了哪些规定 第一个我们的工资分配的原则 这个就比较简单 大家都知道我们实行的是按劳分配 对不对按劳分配的原则 那按劳分配呢 其实也非常的合情合理 对不对 多劳多得 那少劳当然就会少得了 所以是按劳分配的原则 同时我们实行的是同工同筹 这个是怎么样啊 一视同仁 哎 要做到同工同筹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国家在工资分配这个地方呢 还实行了一项制度 叫做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国家呢 他劳动法当中说了 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其实所谓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就是在正常你工作8小时的情况之下 用人单位要给付 给付给你的最低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标准 这种就是所谓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显然这种制度的设立 他的一个最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维护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对不对 哎 这是呢 他设立这样一个制度 最主要的一个考量 那我后面说了 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 由谁来定呢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来规定 由省一级的人民政府来规定 同时呢 只需要报国务院备案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他经常会给你改成说 最低工资 他的具体的标准 由国务院来规定 注意这种说法显然不对 而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来具体的规定 只需要报国务院备案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这样这样来设置呢 显然他其实是遵循了一个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依据 对不对 因为如果国务院统一划一条线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地区发展 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均衡的吧 那如果统一划一条线的话 那可能对于有些地方就会太低 而对于有些地方是不是又过高了 所以呢 由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根据本省本自治区本市的具体情形 去设置最低工资标准 会更合情合理一些 而且呢我们会发现 其实即使是在一个省内 他又大多会怎么样啊 又会分为三到四党 这个就根据不同情形了啊 又会具体的分为三到四党 因为一个省内 一个自治区内 其实还是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所以他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啊 但是呢都是要由省一级的人民政府来确定的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最后呢就是告诉我们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对不对啊 你比如说啊 这个北京规定他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呢 是2100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一个这个劳动者啊去找工作 而用人单位说要给他2000块钱的工资 这是不行的 那这个用人单位他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那么你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讲到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啊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好 这是我们涉及到工资 那么第三个呢是特殊情况 那什么是特殊情况 我们来看 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 工资的工资报酬 什么时候用人单位要支付正常的工资标准 比正常的工资标准更高的工资报酬呢 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况 如果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比如说八小时了之后还要求加班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于延长的那部分时间 工资标准怎么给呢 工资怎么给呢 是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 哎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如果是像这种晚上加班的 哎 是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那你比如说实行双休但周六周日让来加班了 你如果能够安排补休那也行 但是如果又不不能安排补休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是不是说白了就要给加班费呀 那到底该给多少呢 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不低于工资多少 百分之两百的工资报酬 百分之两百的工资报酬 哎 双倍工资 最后一种情形是法定休假日 所谓的法定休假日就是刚刚给大家提到的那十一天 那十一天 在那些节日像我们的春节像我们的清明节呃 武艺劳动节 然后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呃 以及元旦在这些节日让劳动者工作的让劳动者这个加班的 那么这个时候要支付不低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这就是我们大家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三倍工资的问题 三倍工资的问题 对不对 哎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对于哎 涉及到工资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大家呢 掌握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说下列事项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劳动法调整的事 那我们说了劳动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 而劳动关系它是发生在谁谁和谁之间的呀 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 对不对 那根据这一点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假公司为其职工购房向银行提供的什么担保 担保 大家注意 它其实是一种什么呀 担保物权 那么物权法当中是有所规定的 它属于我们讲到的担保物权嘛 是物权的一种 所以呢 物权属于民法的范畴 所以A不由劳动法去调整 而是由民法去调整 由民事法律民法去调整 看B选项 某企业员工已与企业之间因支付工资报酬发生的争议 那显然这种争议是不是属于我们讲到的 由劳动法来调整的 因为它的发生的确实是在呃员工已和用人单位之间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 所以呢 B显然是怎么样啊 应该由劳动法来加以调整的 接着看第三个 某公司职工丙驾驶轿车为公司办事时 不慎将行人王某撞伤 王某要求丙赔偿 那你看这也无外乎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侵权行为 对不对 只不过侵权行为涉及到赔偿的问题 所以呢 既然是侵权 由侵权责任法来加以调整 侵权责任法也是属于民法的一个领域 对不对 它属于民法的一部分 所以C不是归劳动法调整 而应该归民法来调整 看第四个选项 第一选项 丁被张某家的狗咬伤 要求张某赔偿医疗费 而张某认为丁呢 怎么样啊 被咬与自己无关 拒绝赔偿 你会发现这还是一个什么呀 侵权责任法的问题 对不对 还是一个侵权责任法 依然是由民法来加以调整的 所以呢 这道题显然应该选的是第二个B选项 看这道题目 某服装厂和外商签订了一笔大订单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该服装厂要求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完成生产任务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该服装厂安排劳动者每月的总加班时间不得超过多长 不得超过多少 那我们说了如果安排加班的话 每月的总加班时间不能超过是不是36小时啊 对吧 哎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的是第一个啊 36小时选择A 看这道题目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多久啊 我们说了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是不是 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所以呢 这道题依然选的是A选项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道题目 说某公司要求员工签一个承诺书 什么样的承诺书呢 内容是说我愿意放弃星期天 节假日春节除外啊 坚持不定时加班 那有员工呢 提出了意义 公司对此回应说 这是对员工的考验 那你不适应的 你可以走人 那么关于该承诺书下列说法错误的事 让我们选错误的 我们来看 第一个 节假日属于员工的福利 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 是对的 对不对 劳动法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一项权利 所以A说法正确排除 B员工自愿放弃假期 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其实显然怎么样啊 不是对不对 哎 你看是公司要求员工签所谓的承诺书的 所以一看就不是员工内心真实意愿的一个表示 所以B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来看一下C选项 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这个没有问题 正确 第四个 公司的承诺书名为考验实为一种强制 对不对啊 哎 确实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 B的说法也是对的 因此这道题应该选的是B选项 选第二个 是B选项